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依不饶 甚至还情绪崩溃 但是我跟我的朋友都非常理解那个女生 她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情绪变化 以及内心想法 我情绪崩溃是因为你觉得我丢人 男生觉得自己的反应是一种理性做法 她说是怕女生说了之后被店家报复 但是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她一声不说 直接就走 这个行为表明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赞同不认可 是觉得你小题大做不可理喻 其实女生真正在意的并不是那家店好不好吃 她能不能说不好吃 以及老板接不接受她的反馈 她在乎的是 当我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 作为我的男朋友 你站在哪里 可能有人说 难道必须要顺着女生吗 明明这个男生的考量也很有道理啊 那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 大家对比一下吧 守护解放西 范外里面有一个案例讲的是 男生无证驾驶 并且就候驾车 被警察抓到了 男生逃避执法 并且隐隐有对抗的意思 她女朋友很着急地对她喊 你听警察的你不要喊 这里也是情侣当中 一个人不同意另一个人的做法 但是女生的做法 为什么不会惹人反感 其一 确实是这个男生不对 抗拒执法 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其二 她一直陪在男友身边 可视频中的情况 不是这样子的 女生有权利去反馈的 你不能说她这个行为 就是不对 而且 男生说的理由 是怕女生被报复 但她的做法 是自己一走了之 这算是什么保护呢 所以 视频中 男生这种把自己 置身事外的态度 才是最伤人的 实际上 男生即便不认可 女生的做法 也完全可以先跟女生说 我怕你被报复 之前那种被店家 拿酒瓶砸的视频 你也看过 我怕乱起来 我保护不了你 要不然我们 在网上评价 你可以写个小作文骂她 以后咱再也不来了 这既让女生 感觉到男友 是跟自己站在一起的 又达到了她的目的 不是更好吗 有时候 你可能想不到 要这样说 但是第一反应 骗不了人 你的爱人 正在跟别人理论 可能马上就要跟人 产生冲突 这时候 你可能会劝架 可能会把爱人拉开 可能会跟爱人 一起与对方理论 但唯一不该做的 就是一句话不说 掉头就走 这是一种 撇除关系的动作 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我们为什么 跟一个人成为爱人 而不是熟人 朋友 或者是其他关系呢 是因为我们跟对方 建立了更深的 情感链接呀 我们需要对方的 理解和支持 我们也相信 对方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不会撒手不管 两个人相处 我觉得看的并不是 顺境时如何 真正决定 你们是否长久在一起的 是逆境时 你们是否可以 牵住彼此的手不放开 如果对方做不到 那说明对方 与你并不合适 你们即便在一起 你们的心里 也会缺失一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内容 可以微信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心灵时空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觉得我们的公众号 需要看的 我们需要备看的 并不合适合 不合适合 我们的公众号 在一起的公众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